不管是流浪動物 那才是有人吃的中物 替他們來做淹條手術 已經是在最上動物保有團體 盡動的一種愛好動物的方式一夜 不但可以檢查流浪交往娘娃的申請 也對動物性格安定有幫助 現在人家跟特殊本地獸 就已經開始在館內的配合動物便宜 進行交往娘娃淹條手術的補助新鮮 那狗狗跟貓貓做結紮的話 公狗貓牠們性格都會比較穩定 而且可以預防就是不必要的繁殖 那公的狗貓可以補助五百塊 那母的狗貓可以補助一千塊的手術費 那各位只要是上我們的網站去查詢說 我們有幾個委託的動物醫院 主要是在南投市草屯跟埔里鎮 都有委託的動物醫院到這邊去辦理就可以了 因為牠名額是有限的 所以要提早儘快去辦理 另外辦理中不定期 也是風景出來動物放不去的好辦法一夜 加上現在也有補助植入晶片的費用 並且可以多多利用 到10月31號也有辦理從日登記的優惠活動 那原本的登記費呢 如果是沒有結紮的狗狗的話 登記費要一千三百塊 那現在只要是四百塊就可以完成登記 那有結紮的狗帽的話 只要說晶片費三百塊就可以了 那也是請各位要踴躍前往登記 在10月31號之前 他已經用來代替狗購動物 也去煮動物來進行嚴重手術 跟不可以清菜放什麼動物 是現在市場部的民眾 都一定要有的關聯 另外關火的動物收容中心 有關有很多可愛的高官鳥 等台人用 希望民眾可以來多多享用 記者檢本宣 蔡宏報道